我来给大家讲一下2021年河南省小学新生如何网上报名 首先大家打开百度 在百度输入河南义务教育服务平台 然后点百度一下 就可以找到河南义务教育招生服务平台 这个官网和网址是这样的 我们只需点击第一个连接进入即可 进来以后它的界面是这个样的 小学新生需要点左上角第一个毛块 小学招生学生信息采集入口点击进入 进入以后 首先我们要点新用户注册 去注册一个账户 国家默认是中国 选择报名点点击开 可以选择你要上的小学的名称 点击确定进来以后 下面呢 是学生的基本信息 学生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号 好 我们看一下如何填 学生姓名呢 要填学生的真实姓名 证件类型呢 必须且一定要选居民身份证 这里边大家不要认为 孩子呢 现在还没有身份证 有户口本 选这个户口本 这个是错误的啊 只要有身份证号 它的证件类型 就必须选择居民身份证 好 然后呢 证件号码 就是身份证号 填写正确以后 出生日期 性别 它会自动识别 自动识别 民族呢 要选择 选择后 以后拉右边 这个滑块往下 看用户信息 用户信息需要自己设定 用户账号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牢 需要是六位到最高是二十位 也就是你可以用孩子的姓名全拼 再加一个四位数字 等等都可以 密码呢 需要八位以上 要有数字和字母 然后它右边出现效应通过 请您再输一遍 输完以后 验证方式 我们用短信验证 把手机号输入进去 然后点获取验证码 从您的手机呢 它会读取到它的验证码 验证码 手机支持移动连通电信 这三种手机 验证码你填到这个下面 填到下面 然后点提交注册即可 提交注册完以后 它会自动跳到这个登录界面 把你刚才注册的账号 就是刚才那拼音的 填到这里边 学生的身份证号 填到这里边 密码 刚才你设定的 第四项呢 它今年多一个点击完成验证 点击一下会跳出这么一个框 你需要把这个图案的往右拉 和这个空白处重合 它就完成验证 完成验证 验证成功 是这个样的 有个对沟 你点击登录 登录进来以后 我们就需要完善信息 完善信息 完善信息呢 需要点击这个编辑 点击这个蓝色的编辑 编辑可以选择 再次选择报名点 刚才呢 大家还记得我选的是第一小学 那么现在呢 我可以选择自己对应的小学 这个时候可以另选其他小学 也可以不变 直接点下一步即可 点击下一步 完善信息 大家看是四步 第一选择报名点 可以再选择 可以完善信息 可以 第三步 是要完善江户人的信息 第四上传证明材料 那么这里边呢 完善信息时间 各个地势设定的是不一样的 要注意这个时间 在这个期间内去完善 然后我们拿这个滑稿往下 首先上面的信息 基本信息是注册的时候有的 你再核对一遍 看有没有错的 有没有错的 如果证监类型错 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更改的 但是证监号是 证明证号是不能再更改的 户类型分 本地户类型和随前子女两种 户类所在片区 你选择学校以后默认的 它就会关联 如果没关联的话 你可以选择 户类所在地 要填 省 市 区 县 或县 派途所 家庭详细地址 要填到 省 市 区 街道 小区 几号楼 几单元 几楼几户 哪一户 总之就是 相当于你收快递的地址 要让人家能够详细 知道你的家庭详细地址 然后填完以后下拉 房产信息是非关键信息 这个可以不填 直接点击下一步都行 当然可以根据教育局的要求 你当地教育局要求都填 你就需要一项一项都选择就行了 点击下一步 看完以后 江户人这个必须有一个江户人 最低有一个江户人 那么家庭关系 这个地方可以选择父亲母亲 父亲 然后姓名 家庭成员 父亲的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一般填到什么市 什么区 或者什么县即可 联系电话要填 工作单位有就填 没有可以填无 一般来说 学校还是要求填两个江户人 你可以点新增江户人 新增以后再这样吧 关系姓名 身份证号 父亲所在地 联系电话填完善 然后点保存并继续 到第四步 到第四步 注意这里的提醒 正能材料根据各地室需求上传 并非必填下 如果当地教育局没要求上传证件类型 那么你就点确定完成 就OK了 如果需要上传的话 你可以填户口本主页 在这个地方选择点上传照片 浏览到你的户口本主页 然后它这儿就有这个样 是这个状态 户口本人页 户口本首页 对应选择上传农员 而同预防接触 证等等 都传好以后 点确定完成 就OK了 这里边注意 根据当地教育局 如果不需要传 你直接点确定完成 完成以后 就进到完善信息 注册报名 基本上就结束了 你可以点击打印按钮 点打印按钮 弹出来这个框 你的报名学校 你的信息 你可以在线打印 如果有打印机 就可以在线打印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 它可以保存成PDF 存到电脑中 好 关于2021年 优教育服务平台 小学新生 如何网上注册报名 给大家讲到这里边 希望对大家有所